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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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看喔 嗯 太遠 到底在哪裡啊 欸真巧 你看 真巧對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又把你們家的東西弄壞了 打字眼真的笨手笨腳的呢 你爸爸會不會生氣 以後不准我來你們家玩吧 應該不會 可是我們家很窮 沒有東西可以陪你 你一定要幫幫我 原來是就這樣了 我是老半天不去當作公園 給他自己演然後也要幫你 真的 幹嘛 要銷售耶 真的那麼直視要去當兵 不過剛剛好 不要說你媽媽對你們不夠好 跟你們說 我拿個寶貝給你們開開眼界喔 跟你講自己漂亮耶 天氣有這麼熱嗎 流得滿頭大汗 來 你們看 是不是你們把玉琢拿出來玩 所以才摔壞的啊 真巧 你不是說大池是你最老的朋友嗎 他家的環境又不好 你一定要幫他啦 真巧 反正玉琢本來都不是你摔壞的嘛 幹嘛幫他啊 真巧 爸爸在問你話怎麼都不說話呢 是我弄不好的 對不起 真巧啊 媽媽是不是告訴過你很多遍 別人的東西你不可以隨便亂拿 為什麼你每次都不聽 每次都闖禍呢 好了好了媽媽媽媽 我們現在解決問題比較重要 大池 請你先回家 下次再來找真巧玩好不好 嗯 拜 大池 真巧那麼有意氣的幫你扛下這個責任 你忍心丟下他回家嗎 大池 趁現在趕快回家 如果事前之間被發現的話 那你不就慘了嗎 真巧 真巧 真媽媽 你媽媽 我先回家了 真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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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巧 你還站在那兒幹嘛 去跟你媽媽道歉 快點 你媽媽 對不起 真巧 你媽媽提議你一定不是故意的 可是我已經答應你伯伯說 不要把這個東西隨便拿出家裡面來 我現在把他帶出來他壞掉了 我要這麼跟他交代啊 李泰 你先放輕鬆啊 我們 我跟郝敏一定會負起責任啊 對 泽先生啊 我們大家這樣好的朋友 講到這個就 就真的很堅戒啊 不會 不會 我看我這 五千塊 李泰 五千塊不知道 夠不夠 夠不夠 鄭先生 人家這個家裡面傳了好幾代了 我想 他應該很貴 很貴 很貴啊 不然 加兩百 那現在怎麼辦啊 好 大致 這次的問題 非常的嚴重 老師曾經說過 誠實是最好的辦法 我覺得你還是誠實的跟我的爸爸媽媽和你媽媽說 你媽媽應該會嚴嚷你啦 這錢我不敢啦 如果爸爸媽媽知道我要賠那麼多錢的話 一定會把我趕出家門 永遠都不會再理我了 不會啦 他會看你是他們的小孩 就會幫助你解決啊 你們家跟你們家又不一樣 上次我跟客人少收五十塊 我媽媽就罵我笨 又笨又粗心大意 陳巧 你一定要幫我 拜託你不要把事情的真相說出去 可是 是 陳巧 我們是朋友 我們是兄弟 發誓 以後我什麼事都會幫你的 陳巧 拜託你 不要把事情說出去 不要說是我摔斷的 陳巧 爸爸有一些話要給你講 來 坐過去 你現在有沒有覺得很後悔啊 我超後悔得多耶 對啊 我們現在也不知道那桌子到底是多少錢 不過今年暑假 本來我們要帶你去香港迪士尼樂園玩的 爸爸媽媽現在決定取消 蛤 沒有辦法 我們錢要拿來賠償人家嘛 如果再不夠呢 好吧 那阿嬤之前給你的零用錢 押稅錢 也都得拿出來 什麼 放心 如果連這樣子都還不夠啊 那就爸爸媽媽來想辦法了 大熊 我真的被你害死了 你說什麼 就沒什麼 爸爸 嗯 我問你哦 嗯 如果你有一個很要好的朋友 需要你的幫忙 嗯 你會幫助他嗎 那當然會啊 你問這個幹嘛啊 就 沒事啦 好啦 你不要想那麼多 事情都已經發生了 爸爸媽媽會想辦法幫你的 嗯 早點睡覺了好不好 爸爸媽媽 晚安 乖 來 我還是不要把事情說出來好了 大住的家比較窮 好幾萬塊一定賠不起 老婆 爸爸 爸爸 嗯 我今天 又對了一下賬 然後我發現 我們的存款可能還不夠賠給李太太 這件事我昨天也跟曾小說了 如果真的不夠呢 就要她拿出押稅錢 還有阿嬤錢給她所有的零用錢 都得交出來 這樣好嗎 當然要這樣啊 你不讓她有點付出啊 她得不到教訓的 嗯 而且還不知道夠不夠呢 如果再不夠的話 以後她要結局上班啦 把車賣啦 最好這樣喔 李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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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啦 是是是大家都在啊 曾巧啊 你快出來啊 不要躲你媽媽 快出來啊 快走喔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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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嗯 是這樣的 關於那個玉琢子 我找人鑑定啦 那老闆跟我說 這個玉琢子 是假的 完全不值錢 啊 假的 什麼是假的 你看看我就說那夜市買 一看就知道 張先生 再怎麼說 起碼她是浴室買的 不是夜市 對 走了 坐下來了 怎麼會這樣子啊 怎麼會這樣啊 我也是 這幾天我是吃不下睡不著 我實在受不了了 就帶著那個琢子 去給人家鑑定 你們兩個要不要聽我講話啊 鑑定結果一出來 我好生氣啊 馬上打電話給我在大陸的老公 跟他說這個人給我假貨呢 所以這個人信用有問題 我先生一想也是啊 趕快去查 原來他真的是個騙子 還好沒有跟他合夥做生意喔 這樣真的太危險了 正點 還好你及早發現 好險好險好險 沒有啦 沒有想到齁 這個曾巧啊 我以前打破這個玉琢子 趕快救了我們 真是因禍得福 當然還要感謝菩薩慈悲有開眼啊 所以今天我特別去找了 我這隻曾巧最喜歡吃的 起司蛋糕 好小喔 親住一下親住一下 親住一下 親住一下 來來來來 好漂亮喔 好笑耶 我再也受不了了 一切都是我的錯 不管真巧的事情 手說是個摔花的 我可以打工賺你用錢 不管多少錢我都會賠的 我都已經想到了 你們可以讓我慢慢賠嗎 什麼 什麼告的 傻子 是 你又來攪什麼局 真巧 謝謝你替我扛敲這個錯誤 不過我最近這個晚上都睡不好 都做噩夢 逃避一點也沒有讓我覺得好受 所以我還是想說 把事情對真相說出來會比較好 真巧大志啊 真爸爸覺得你們應該有很多話要跟我講 對不對 蛤 什麼打工 什麼 做夢 這麼早要出社會了 因為手鐲是假的 所以大志也不用賠錢給你媽媽 不過經過這件事情 大志說她以後要勇敢承擔錯誤 就像慈激的師姑們說 及時懺悔才有再來一次的機會 我也發現雖然我想幫助大志 但是替她承擔錯誤並不是真正的幫助她 就像紫月泉里的這個故事一樣 孩子 不好好寫作業 你笑什麼呀 娘 你說我這個表哥多有意思呀 給他搭個手幫個忙 他喊老大不樂意呢 咱們老家的人呢實成呗 寧可自己累點也不願意累著別人 娘 表哥的飯真的做得那麼好嗎 可不 大小村裡就是出了名的 這人哪天生有那根筋 藏啊都藏不住 娘 那為什麼不讓我推薦她去做爐頭 只讓她給伙計們做飯呢 那可不行 她會的不過是咱家鄉的家常飯 飯館裡的大菜 她哪能應付得來呀 麵來嘞 舅媽 庫瓜 都來 來嘗一嘗 看倫娃的壽意 咋呀 真香啊 臭子麵 舅媽可有年頭沒吃了 舅媽 庫瓜呀 怕是一回都沒有吃過 來 庫瓜 哥呀 給你挑一些油泡辣子 你也嚐一下 真好吃 咱家都是素菜 你怎麼做的那麼好吃 簡單簡單 切些個蘿蔔丁丁子 各道一搭做成騷子 旁邊上一攪 就成了咱老家的騷子麵了 表哥 騷子麵好吃 我這小天天都吃著 騷子麵好吃 美得你呀 在老家也不是天天能夠吃上騷子麵呢 那在家裡有喜事時才能吃呢 大夥全都忙成這個樣子了 那乾脆仨呀 這小子講的是什麼天書啊 師父 師父 我表哥剛來 還不太會講官話 他是問自己 該做什麼呢 小子 以後你就給我們幾個做飯 把我們幾個肚子填飽就行 明白了嗎 明白明白了 你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給客人們做飯 那呢 給你們做飯 得是啊 一點都不錯 你願意嗎 願意 願意 保守給你們做飯了 祖司給主羅羅做飯了 願意 這 這話聽不懂得還好 聽懂了 倒叫人覺得別扭 來來來來 包家飯店 五杯價廉咧 來來來來 包家飯店 五杯價廉咧 來來來來 包家飯店 爹 我要吃湯葫蘆嗎 爹 我要吃湯葫蘆嗎 我要吃湯葫蘆嗎 吃什麼湯葫蘆 好好吃飯吧 我不吃飯 我要吃湯葫蘆嗎 我要吃湯葫蘆嗎 我要吃湯葫蘆 客官有什麼吩咐嗎 麻煩你 幫我買串湯葫蘆 好嘞 快點快點快點 馬上就來 小二啊 怎麼搞的 我的奶湯素葫還不來啊 啥 奶湯素葫 坐來坐來 馬上坐來啊 稍等稍等 來了來了 奶湯素葫蘆 客官 你指頭插在湯裡頭 還怎麼吃啊 叫你們老闆去 拖一錢 去 客官 把你們老闆給我叫來 你以為那是你家的 白菜蘿蔔湯啊 這可是奶湯素葫哦 這裡頭放的什麼 你知道不 放的可是 香菇口膜 玉蘭竹筍 山君擋身啊 你知道這一碗湯 得多少錢嗎 一百文哪 啥 這錢啊 得罰你 爐頭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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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菜送菜 是我份內的事 跟我表哥沒關係的 要罰要罰 你就罰我吧 那好 那好 酷瓜 那就罰你吧 這是老規矩 酷瓜 這可不行 湯裡面 這得是表哥 摸得手指頭嗎 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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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哪啊 回啊 還能去哪兒 人家 人家不用了 不是 表哥 不是這個方向了 再說了 羅頭罰你 這也是店裡的規矩 不是對你有成見啊 酷瓜 你不要勸表哥咧 表哥就是幹絕 沒有辦法適應城裡頭的一日子 再說咧 那也像娘咧 不行 就讓我回吧 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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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怎麼說 耐等明天見了老闆回來再說呀 是不是 你還沒見過老闆嗎 這這這是怎麼了 是不是又摔破盤子 被老闆罰錢了 哎 酷瓜 你也別喪氣 反正被罰錢 也不是一回兩回 就當又打破個碗得了 那可是一百文哎 可不是一個兩個碗的價格哎 阿狗說得沒錯 我這盤子也是摔出名了 就像 就像孔子說的 秋野姓苟有過 人必知之啊 什麼意思啊 鲁國國君 鲁昭公 有一次做了有失昭禮的事情 有人問孔子 昭公知理嗎 孔子達到知理呀 結果傳了出去 大家都對孔子有意見 說君子也袒护人呐 孔子的學生 把這事告訴孔子 孔子沒生氣 他反倒高興了 為什麼呀 孔子說呀 我真是幸運 哪怕是有一點錯 就必定會有人知道了 嘿 孔夫子真行啊 被人抓了小辫子 也能高興得起來 這呀 就是孔子人格的偉大了 明白不 嘿嘿 小辫子們開發了 您來喲 來吧來吧 阿公 老婆 你也吃一碗 怎麼樣 吃吃什麼呀 是我老家的好東西 吃了你就知道了 來 是嗎 這麼晚了 大家才吃啊 老闆 老闆 這是我表哥愣娃 給伙計們做的掃子麵 你要不要也嘗嘗 你做你做你做 看起來不錯 聞起來也挺香 味道怎麼樣啊 爹 不然 這碗先讓你吃 來 把麵上齊了 要吃啊 大家一塊兒吃 好 好吃 爹 別光顧著吃 說說覺得咋樣啊 顧不上 這碗的玩意兒 就咱們幾個能吃到 你說行不啊 當然不行啊 龍王呀 趕明天起呢 從內廚出來 進大廚 這面子的爐頭就是你了 好 你小心著點 別再把盆給打了 表哥 快謝謝包掌櫃啊 快點 謝謝王老闆 謝謝爐頭 那 那兒的那個 一北文罰款 就不用罰了吧 你 你被罰錢了 哎 犯了錯 該罰的又怎能逃掉 這叫 薑豆一行 茄子一行 規矩 這總還是要有的吧 你說對不對 老闆 啊 龍王呀 明天工錢一漲 一百文罰款 就算不了什麼了 是啊 龍王 這以後啊 你要牢牢記的 講究衛生 別讓客人在麵碗裡 又找到什麼東西 不然呢 這 可比罰錢還嚴重啊 知道了嗎 知道了 知道了 你還愣著幹嘛 沒見大家沒吃夠嗎 對對對 這麵呀 又得斯多得汗 來來來來來 子曰 秋也信 苟有過 人必知知 意思是說 孔子覺得 自己真的很幸運 一旦犯了錯 就必定有人知道 孔子的教育理念中 強調生教 所以一旦犯了錯 大家很容易就會發現 有句成語說 文過則喜 意思是說 如果別人能夠指證我們的缺失 那對我們來說 真是一件歡喜感恩的事 為了了我的心 心中盛開明天的風景 讓恩中有你的我 同行 謝謝